大家好,我是金豪視頻尊 今天是故宮建築研究,公道第九期2.1 吳州豪華舅子的樓梯分佈和形態中式特點減式 這堂堂建築,每一堂都有兩隻或兩隻以上的樓梯 有主婦之分,主樓梯是猜測是供主人貴賓使用 副樓梯是低層次人員,表供博人使用 今期主要是IPC檔,DEF檔和其他問題 收到下一期或是下期血管界 首先是喀門闊樓梯,它在喀浪的西方 它是露天的,會有日曬雨淋 它的鐵是爛杆,上樓梯的神轉是神是針,感恩上 感恩上,然後感恩上,就是神是針的方向 看到它南面有一條柱,北面就沒有柱 北面沒有柱,就使得整個樓梯比較密觀 接著是主樓梯,主樓梯入口是在東面 東面一日就是這樣的樣子 在角度看就是這樣的樣子 我們看到它的主樓梯 首先它和外傅樓梯是明顯的舞堂 從中式來說 它那種木扶手、鐵欄棺、鐵欄棺都有 反正它在內部就沒有喀日曰雨淋 所以和座樓梯是有明顯的差異 看到這個樓梯的方向就是 因為神時針就是這樣上去 然後這樣上去 通過神時針的方向來做上去 那裡我簡單看一下這個獨立階梯的樹 什麼意思呢? 那裡我簡單說就是 以後我詳細說的就是 我們現在站在2樓 我要上3樓 我要通過幾多種的階梯的樹 我們就是通過2樓 或者2樓 或者2樓 通過丁段和丁段 道具是平的 它沒有階梯的 所以就是2樓 我們說採光 採光是樓梯最主要的地方 而且也是樓梯建築比較設計巧妙的地方 我們看到它的一層 這裡是一層也好 或者是一個空間也好 就是它有十隻蟲 就是這裡就是這裡 這裡是1樓和2樓之間的分界 就是這裡為之 它有十隻蟲 這裡為之就是這裡 所以它有六隻蟲 這裡是一二三隻蟲 就是這三隻蟲 有六隻蟲是在西邊的 南邊兩隻蟲 又北邊兩隻蟲 這兩隻蟲就是 角度看不見的兩隻 那兩隻就是這兩隻 所以西邊六隻 南北角有四隻蟲 總共十隻蟲 就是這個主樓梯 就是入口在這裡為之 進去就是這個樣子 它的中式 和蟲跟蟲就有少許密 大體雙同胎 它的結構也有少許密 它就是多一種等處 正視靈椎的頭 就要對上上面 就是上下對應的 那塊頭對那塊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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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塊頭對那塊頭對那塊頭 都要比較好 是六枝方舱加一枝圆舱 要注意的是四楼 四楼某设计成三枝方舱 设计成两枝大的六枝方舱 所以四楼就是两枝舱 同时要注意一个特点就是 这个方舱是按照 按照阶梯的高低去移次升高 我们人在这里上升 楼梯这样上升 你楼梯斜这样 它很自然的 它就会一只一只 一只一只要高 它就会高成一种像时局的灭感 然后它有引导性 就是我们人在这里移 上升的时候 我们人在上楼梯 同时看到一只舱是移次的变高 所以它就有一只引导性 好像那只舱引导你上去 还有就是它这两只圆舱 它分布在二楼三楼位置 刚好它就在整个建筑的 垂直方向的大个居中位置 就是这一段 和这一段大致的高度是一样的 这样看就好看 刚好在居中 那副楼梯 副楼梯它在西面 在一只小门上的 这样它的 中式体度是比较简单的 而且比较狭窄 中间它是通过一帮墙 就是这一帮墙 这一帮墙它是分隔 这样它就不是有副手的了 它的上楼梯方向是历史针的 这样上历史针 历史针 同时它的采光也是 因为它比较窄 这里的位置比较窄 所以它采光是 采出两只方向的采光 一是在西面 一是在东面 我们看到这里的饼 这就是两只小小的 拱葱 然后就 光在这里进来 光射入来 然后再射入来 这样就射入来 这是第一个方向 第二个方向就是这里 通过东面 通过东面的这个房间 它开到这一帮墙 这一帮墙就是这一帮墙 所以 东面的光线通过这一帮墙 就这样射入来 所以它是两个方向的采光 接着讲到西洞 西洞比较有点复杂 因为它 我们讲的IP两洞 它是单独有两个楼梯 而这两个楼梯 它是从上至下都能上去的 因为它是西洞 它分主楼和傅楼 这个是主楼 这个是傅楼 主楼是有一个 主楼梯完整的 就是这个主楼梯 它是从上至下的 但是呢 同时它还有一个傅楼梯 这个傅楼梯 它是从上至下的 它是在四楼 它在四楼 它在四楼那里 然后上楼顶 那傅楼就有一只楼梯 如果我们将主楼梯 都看成一只整体 这一栋 C栋 这一大栋 它都是有两只楼梯 我们来详细讲一讲 主楼梯进去 在这里进去 一进去就是这样的 就这样上去 然后呢 它的 C栋 主楼梯的 这个 形态 和B栋 是有点相似的 它都是有这种等柱 等柱装饰 木腐手 铁栋梯 和这个 强调这个 腎脚 这一段 和B栋是 近似的 它的方向 是历时针 这样上 历时针上 然后呢 特立阁梯是一段 和B栋是一段 和B栋是四段 彩光 彩光有意思 这条彩光 彩光它主要是通过 西面的 这一只粥鱼 是处着彩光的 这条就是这条 这条就是这条 看到它就是 二楼三楼的空间 就是有 四夕冲 三夕冲 一夕冲 然后三楼上四楼 就是 就是 这里 就是 五夕 五夕冲冲加一夕冲冲 等于 这里 就是二楼三楼的 然后呢 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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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一边三楼四楼的 它同时它都是 运用开 风冲和 圆拱冲的结合 四楼三楼梯 四楼梯 富楼梯它分两段 首先第一段 第一段它就是富楼的楼梯 就在这里 这一桶是富楼 富楼上去 它的烂冠是铁烂冠 上楼梯的风向是神仕针 这样是神仕针上来的 它的采工主要是通过这个拱门 这个拱门是位于这个楼梯的 东边 与之同时 它的西边 还有一只洗手间 洗手间 假如你好开这一只门 它就 进去就看到它那边 富楼的西边 还有三个细花葱 当然它的 南边和北边都有的 这一段就没展示的 就通过这些细葱 和这个拱去做采光 接着就说到第二段 第二段有意思 第二段为什么呢 我们刚才说第一段 第一段就是 富楼上去 上到四楼这里 这里就是这里 通过这个天桥 再过到主楼这边 这个位置就是这个位置 在这里一看 就看到这样的景色 那里有一只小小的楼梯 那里就是 它位于主楼的富楼梯 铁栏关 就在那里上楼顶 这一只 小小的空间 它的采光就是通过这个拱门 这个拱门就是这个拱门 还有就是它通向天桥方向西边的这个楼 和天桥 它是最初高的 这里注意一下就是这样 它是这样的 就 这一只楼 它这里是落了地 平地底的 就是这个地面 就是这个地面 所以 那只空间 那只空间 就是这一边的这里的空间 所以我们会看到这里是什么 它会 有一只分隔 有一只间断 因为这里它已经是地面了 所以我们就会看到 这里是主楼梯三楼四 这里是什么 它会为它间断 因为这里间断这个楼板层 实际上它就是这里的楼板层 所以 所以就会呈现出这样的样子 就是这里 这里它间断了 就是这里 同时也是这里 我们就讲了ABC 这样就总结一下 它的共同特点就是主楼梯 主楼梯间 它是有一只好像是楼梯整 就是从上至下 它是完整的 就是你印在一楼地面 是能够上得到 最高层的 还有就是它的主楼梯 主楼梯的 中式就比较广告 上到这样子 采光 采光就比较好 和副楼梯是形成明显的反差 副楼梯的特点 同样也是 因为ABC能够 从上至下 上去的 C段它就分了两段 C段分两段 C段分两段 与此 ABC的这个外龙 外龙形态 就讲到一个就是 它的区域梯和功能梯梯 它所带来的 中生艺术梯梯 今次我们就 进行一个反向的形容 就是我们看到 豪华的主楼梯 和非常平庸的副楼梯 我们就可以 进行猜测 猜测它形容 这个设计的念念 就是它有可能 豪华这个 它有可能就是主人的贵宾使用的 比较简单 这个就是 这种博人 用人使用的 这个例子 在后面的公解 还会有的 现在只是通过这个 楼梯去 反映出这种 主持 或者说主虫的 这种 对应关系 说完了 多谢大家收看 拜拜 下期就是到 港牙 DEF 和其他的细节